大家好我是沈医生 今天给大家讲一味中药黄精 这味中药被称为仙人鱼粮 不仅可以补脾气 还可资肺阴补肾经 而它这样搭配 还可以补肝肾强筋骨调阴阳补气血 第一个黄精搭配续段 可以补肝肾强筋骨缓解腰息肌肉疼痛 中医认为肝主筋肾主骨 而人体四肢主要是由筋骨组成的 所以如果生活中总是觉得腰疼腿疼 或者肩膀疼胳膊疼 并且手脚都没有力气 总会发麻抽筋 那多半就是肝肾不足了 而黄精搭配续段呢 就可以补肝肾强壮筋骨疏通血脉 当肝肾充足肌肉筋骨得到滋养 那各种疼痛感麻木的情况也就会缓解 但如果你每次到了天气变凉或者下雨的时候 腰啊膝盖啊四肢啊就会疼得厉害 那就是风寒失血清晰了 可以再加一位毒活来驱风散寒除湿 第二个黄精搭配黄旗 调阴阳补气血 健脾易肺 那么脾肺虚气血不足的人会有什么症状呢 通常会出现头晕心慌总感觉浑身都没有力气 稍微移动上个楼梯走两步路就会喘不上气 平时怕冷怕风容易出汗 抵抗力也不行 随便吹个风就会感冒生病 另外照个镜子脸上没有血色 嘴唇指甲颜色也发淡 而黄旗搭配黄金呢 就可以补脾肺补气血 因为气为阳血为阴 当气血充足时体内阴阳也就调和了 那如果你总是心慌 心脏忽然跳得很快不受控制 感觉反应迟钝健忘 晚上总是失眠睡不着 即使睡着了梦也多 那就是心神失去气血的滋养了 可以再加一位酸枣人来安养心神 助睡眠 最后呢 沈医生要提醒大家 如果单用黄金的话 体内弹湿重咳嗽的人不建议服用 因为黄金是滋补药 体内本就有弹湿 再服用滋补药的话 只会加重弹湿的情况 所以建议大家在医生指导下用药